大家好 今天是9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講估是下跌的 恒生指數開始跌89點 國際指數跌35點 科技指數跌34點 科技股領跌 美團跌1.6% 令指數跌16點 港交數跌1.4% 令指數跌8點 所以如果跌1.2% 網易跌1.2% 升2.4% 升到最大的藍籌 廣州市成為第一個一線性市 撤銷限球力內放股急升 行大升12% 永創升2% 合併貸富升4% 開始之後 港股繼續跌幅 卻大 科技股領跌2.9% 令指數跌32% 阿里巴巴跌2.2% 令指數跌31% 廣州市跌2.2% 令指數跌30% 有光保險跌1.4% 令指數跌17% 若明生物跌4% 令指數跌11% 比亞迪跌2.4% 令指數跌12% 小鮮汽車推出新的手機 估計跌5% 科技股領跌3.9% 東方欣選跌3.5% 快手跌3.4% 令指數跌3.3% 四海急升71% 升幅最大的藍籌 汽車股跌比亞迪跌2.6% 吉利跌2.1% 小鮮汽車跌1.4% 小鮮跌6.2% 金屬股跌 中國雲旗跌2.6% 中旅跌0.9% 江西桐跌2.6% 洛陽毛跌2.1% 高峰利跌4% 天啼利跌0.4% 騰生指數上收市跌234點 國基指數跌85點 金屬股跌423億元 下週變化不大 都是維持著跌200多點 除了藍籌股之外 醫藥股跌 藥名生物跌3.8% 京都健康跌3.3% 亞里健康跌4.86% 跌最大的藍籌 中生者跌3.1% 石又跌2.1% 藥師幫 跌19% 貝加醫療跌6.4% 白者神州跌5.7% 香港地產股度跌 領戰跌2.76% 舊倉跌2.9% 行基跌2.1% 消費股跌 龍虎山豬跌3% 華電啤酒跌2% 李靈跌2% 收市行生指數跌230點 國基指數跌82點 科技指數跌72點 成交774億元 港股災度大幅下跌 科技股領跌